我当然是因为喜欢跟你相处才跟你住啊 你身上有一种让人温暖的氛围感 我就会很平静 这可是度假逛街和看心的医生做不到的 你就是有这种魔力啊 真的吗 那你呢 你为什么愿意跟我住啊 我其实很欣赏你的 你 你敢说 敢做 敢当 又撒又漂亮 我觉得你就是那种 我想成为 却永远也做不到的那种女生 还有就是 从小到大 我都是走独身 同来没有跟别人住过一个房间 原来你是想体验宿舍生活呀 你知道那会儿我们四个住宿舍的时候 我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什么呀 十点半了 关灯 好嘞 没有十点半的吧 这不是小丁关的 这是小丁的魔力关的哦 好 小丁啊 对 我这几天睡觉 有没有不老实啊 什么打呼噜 磨牙 生风化什么的 才没有 你睡上可好吗 娘子 你帮我画一下眉毛吧 你干嘛呀 这不放假吗 我叫你去参加一个大佬的公司乔经会 你看这场身体是合适 嗯 这是个什么性质呢 你先帮我画 画 别画别说 妈妈来不及了 这眉毛老师画不好 哦 你这是个什么性质的活动 我就是一个偏私人性质的 所以我也不能穿得太正寝 太死板 然后 但是它又是一个下午茶的形式 所以我也不能穿礼服太过了 但是今天又有很多投资圈的同行来 我也不能穿得太随意了 听着还挺隆重啊 什么大佬 这是 哇 那可是大佬中的战斗佬 江湖人称老胡 五个项目有四个都是爆款 他最近也是刚放出风声来 说要找项目合作 这不赶紧得上杆着吗 哎 爆款 真好 我也想做爆款 明天就是我在二楼第一场直播 我还跟蒋兰昼说呢 我想做一场颠覆性的 结果准备这么久 力气啊 是全花在这个找合作方上了 到头来 说不定就是一场普通的直播 我这心里还真是七上八下的 直播怎么做得成颠覆性的 就是把它做得炸一点 你看 我在这个二楼第一次直播 我肯定是想说弄得一名惊人 灯顶第一 让这个蒋兰昼中 看我也不输从前 那你必须是二楼的第一名 嗯 接好看 看了 哎 嗯 这刚好是中秋节 咱们一块过节吧 行啊 反正我下午建议品牌商 我竟然走点回来 行 准备 嗯 小果说一块过中秋节 哦 可是 我要回家跟爸妈吃个饭 你咋的啊 怎么突然间无精打采的 没有啊 我去给狗哥弄点吃的 哎 大宝 大宝小果说 那个中秋节一块过 行啊 你要出门啊 对 我要去上班 放假你上什么班啊 今天节假日 三倍也能够加班工资 我先走了 我再把心眼都这么努力了 刚才脸都瘦了一圈 可不是吗 来 咱继续